我觉得玉珍真的很夯 这张玉珍所有人都要讲答 这个节节来来清往这边还没有补充完 刚才说这个钟小平踹这一脚很大力 对啊他说他讲钟小平说这个蔓玉珍 各位你要知道他这个民众党提名他当部分距离委 主要就是因为他代表这个新移民新住民 吴春城还给他一个什么封号 什么新著名之母吗是不是 他用新著名之母用这种讲法是有点夸张 但是他确实代表民众党部分区 他代表是新著名的身份嘛 那之前谈的都是越南的部分嘛 那结果呢你要想说 奇怪你们蓝白在立法院不是合作的很顺吗 怎么反手然后就直接拆蔓玉珍的台 说他跟越南没那么熟 然后比较青红桶 那当然我们刚给大家看那个 脸书上的社群女娃党部这件事情 那坦白说面对质疑 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讲解释 讲清楚就好了 但是直接就直接讲这个 他们的动作就直接撤除在立法院的协商 这个坦白说政治动作就太大了 那更不用说现在是钟小平直接提问嘛 对 那回过来为什么刚刚大家讲那么热络 是因为刚刚韦杰在前面提到说 那就直接把他按到外国籍配偶就好了嘛 你把中配直接比到外国籍配偶啊 但问你两个点喔 第一个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说马总统应该会抗议 马前总统会抗议吧 马前总统一定会指责这个韦杰的讲法 你就是两国论 你怎么可以把中配直接比到成外国籍配偶呢 他如果变外国籍配偶的话 那你不就是摆明了国民党 现在也支持两国的讲法吗 一边一国嘛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第一一方面是 中国自己政治性就很强 然后整天想要搞统战 所以过去你看到几个国安法的案例 等一下怪你也可以补充啦 有几个国安法的案例 确实在台湾发展组织啦 或是被统战胜透 那个也确实有些是跟中配有关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说 我知道有很多的中配在台湾是好好的生活 那他们通常是政治上也选择比较低调 为什么比较低调 因为怕如果他去参加台湾的政治活动的话 家人在中国可能会变成共产党来威胁的目标嘛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中配在看的角度呢 跟一般的外配呢 为什么过去在国安上面看起来会不太一样 那更不用说实施法条上面 他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在上面嘛 那所以如果要真的比较外国籍配偶的话 那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是要拿掉嘛 所以这个哦 韦杰刚才说他要比较外国籍配偶的话 我觉得这个能不能代表国民党的立场 这可能话是未必 民众党现在都说 人家抹红他们这样不行啊等等的 讲到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这一定要清告文大哥啦 你知道吗 柯文哲他怎么样说 他说民进党现在就是这样啦 都要借机制造冲突 用抗中保台搭配造谣抹红 伤害了民众党的善意 最后这一句 深深似透新著名的心 哇来温大哥 现在大家都越说越严重了 如果没有记错了 民众党一开始 本来不分期立委要提一个陆配 当时我们其实在这边也聊了很久 结果那个陆配大概吓坏了 还没有提 对对对 徐春英 后来能够自己扣去嘛 对不对 反而是国民党有一个陆配的中常委 我特地把昨天晚上收到以前自由时报总编辑 林建天带给我的 各位看这一段 中国内地 这个澳门入籍要等11年 入籍到香港7年 中国内地本身到上海北京要10年才能够入户 看好清楚 中国是一国两制 他自己内陆的人要到上海北京这种大都会 要等10年 嫁到一国两制下1999 回归的澳门要等多少 11年到香港要等7年 台湾6年 台湾6年 不好意思 我感觉就要12年 要加倍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看嘛 你们自己的对岸的法 管户籍管很严 对不对 非常严格的 台湾的副籍我给你讲在蒋介石实在叫副警合一 所以所谓副警合一就是护证事务手里面的高干 全部是检查调过来 透过检查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感觉我现在这麦 麦玉珍 麦玉珍 这个麦不是小草 这一株麦得要好好好 让他尽量多讲 我觉得他讲的越多 大家会看到心惊胆跳 为什么呢 各位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民党中常委出现了 27席的中常委陆沛和英禄当选 在昨天我们下面的友邦叫菲律宾 有一个市长被抓了 因为他的指纹 发现他根本就是中国人 对 茂佑 所以台湾本身也有报道 但是各位要了解 其实这个都是中共本身 再也不要说是对越南 对菲律宾 我现在甚至于怀疑 这麦的本身DNA把它 鉴别一下 到底是不是越南妹 多存疑 吃这个 你不要想说 他故意讲是新住民租母 等一下 新住民有多少新住民 台湾新住民至少有三十几个国家 你是姿母 美国来的 日本来的 新加坡来的 这个讲话讲到膨胀到太白目吧 我觉得民众党犯了最大的忌讳 就是这样 所以对麦一针我是觉得 刚刚有提到监委 各位看一下 台湾的监委很有价值 林国民提前请吃 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 监医院 我还可以干两年 我退了 你要当人家的傀儡 你要当刚刚提到的 根本就是统战嘛 你们这执行统战任务 你不要以为台湾人不懂 每个人发一本统战工作 你就可以知道里面 对于港澳台工作 是做什么东西的 白纸黑字啊 不要再骗 民众党你们八家这样赶快 学一学民国民 这样才不会遗臭万年 民众党现在 我觉得很不甘心 甚至冠廷人 他也说得很危险 对 黄国昌还说什么 我们委屈跟你们协商 换来的都是抹红 以后谁敢跟民进党协商 谁去谁就变下个麦玉珍 那今天一搭招 今天是立法院会期 这个第一会期的最后一天 那下午本来要做政党协商的 可是陈招之 他今天早上有说 他们总招就是黄国昌 应该是不会来 因为黄国昌早就说得很想起 那所以呢 他们本来计划终止协商 要来抗议民进党抹红 可是他个人 他个人主动要求出席 因为他希望对这个健保啊 可能健保点值等等的事情 来表达意见 所以现在怎么办 哇 现在等一下的这个政党协商 民众党若不来的话 若只有陈招之去 那敢去就行 没有啊 黄国昌就国中生嘛 不好意思我没有羞辱了全台湾国中生 但这个就中 这个就中俄嘛 不是 他的逻辑 这逻辑会通喔 这任何一个在座的政治人物 这逻辑可以通喔 因为我们有协商 然后你们被我们批评说 你们跟统数党跟中国走太近 然后你们就说 我们就不协商了 就闹脾气了 你就国中生 情绪扣管 然后那个跟人做人处事 不好意思就很中恶 这我不知道怎么评论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 你影响的是谁 陈招之对于健保 他希望有意见 他个人有一些态度想要处理嘛 人家他很关注啊 人家每个立委都选出来的 就你黄国昌最大 黄国昌不去了 身心受创了 我们被抹猴了 然后所有该处理的法案 就不处理了 当时投票给你们的这些小草门 是希望看到你这样 你有脾气吗 因为我们被抹猴了 所以我们就不去协商了 被你们羞辱 不是啊 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吧 攻防嘛 今天你要站出来跟大家讲 来 麦玉珍不红 麦玉珍很白 你讲给大家听嘛 今天连国民党的 钟小平议员都出来直接讲 我觉得小平哥 我们常很多立场不同 但是今天有教他一支小平哥 这个太让我们重新思考 对耶 麦玉珍在竞选 这一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他们标榜的都是 哇 越南的新住民 争取新住民的权益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那你上任桌几个月 应该跟大家讲讲 你替越南新住民做什么啊 没有 越南的新住民 结果现在替中国的新住民 替陆沛 替中沛 要把他们的那个 变成中华民国国籍的年限 把它缩短 这很奇怪嘛 再来我要讲 国民党跟民众党 今天态度有点不一样 国民党为什么钟小平 会跳出来打 中小平不是头脑坏掉 不是头隔被撞到 国民党知道 中沛这一题 不要把它当成是 优先要处理的事情 今天民众党把这件事情 当他们优先要处理的事情 你当然会受到攻击啊 为什么 我先讲我的个人立场 我坚决反对把中沛的 或陆沛都好 叫中沛叫陆沛随便啦 的年限 变成中华民国国籍的年限 把它缩短 为什么 我先讲最核心的 大家知道 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国籍的人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情报法规范 必须替中国政府提供情报 我给大家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情报法 第几条 第七条 我们来看第七条写什么 任何组织跟公民 都应当依法支持 协助 跟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讲完了 国家情报 今天国民党 或很多朋友都在那边讲 哎呀 我们不要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啊 当他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之后 要放弃国籍 因为他们很难放弃 加上不是两国 因为我们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我都懂 可是老共的情报单位 会管你这个吗 国家情报法就在这里 就是规范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国籍的人 必须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单位 提供情报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 要把你抹红了 中沛来台湾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来工作的 来这边相爱的 各种组成家庭 我们都给予支持 可是今天麦玉珍的观念不对啊 麦玉珍他在2月2号的脸书写什么 写说 不管来自于哪里 是什么人 只要生活在这里 你永远是那个国家的人 不好意思错 你没有身份证 没有合法居留证 这叫偷渡 这叫非法移民 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为什么美国到今天共和港民主党 中国大选都在变对移民政策 因为各国都面对问题吧 日本每年大选是会变对移民政策 他们也缺工啊 什么样的人可以变成日本籍啊 大家都在讨论啊 那台湾很简单 如果中国国民党认为说 或民众党认为说 那我们应该跟外籍一样 太育一样 好那就一个一个来讨论 第一个所有外国国籍的人 变中华民国的人民 他必须放弃原有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做到 再来第二个 所有外籍的人来台湾 他们都必须要考试 中国的不用 再来第三个 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情报法 这样子规定 他们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替 本来他们的国家来提供情报 你到时候要不要签切结 你要不要 不只是宣誓要签切结哦 如果被发现 你是要直接剥夺你中华人民国籍等等 这个我觉得都要讨论啊 我觉得不要那么一厢情愿讲说 我们保障人权 人权讲保障 我们都会讲啦 那谁保障我们的人权 谁保障我们的主权 来这个我觉得冠廷 雄贵林金啊 你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也很好奇 不知道麦玉正委员知不知道 因为他连 他连那个火龙果 到底可不可以带回去 都已经有点不晓得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乐乐等 好不晓得委员这边 有没有吸收进去 明佑这边 还要稍微来补充一下 是不是 我先简单的来说啦 第一件事情 就是2018年 民众党也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像中配的年限 由六将四 你说统促党 对 所以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麦玉正当然说 他跟统促党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要讲 为什么刚好你不会六将三 六将五 六将多少 你是六将四 那跟统促党提案有关系 好那他们有没有关系呢 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民众党一直说 我们把他抹红 对 或者是大家为什么要抹红他 我们就拿一个火龙果 叫你抹红 对 为了一个火龙果 为了一个麦玉珍 去参加什么女娃党部 然后大家讨论成这样 我先跟各位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今天有媒体去披露一件事情 是 国民党一位立委叫邱振军 对 大家都熟吧 然后他的秘书叫张杰 是 张杰是谁呢 张杰就是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的副主委 那有这么多好 蓝白一家亲 那有没有可能是蓝白红一家亲 因为里面报导去提到一件事情 过去他也参加统促党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 里面还有一个顾问叫陈明生 陈明生 他过去也是统促党的 所以他是在2011年8月加入统促党 是 那怎么那么巧 这两位刚好都在民众党 民众党柔性政党 对 真的很柔 所以你够两个董不行 所以民众党的这个干部 可以去当国民党立委的秘书 那也可以成为统促党 统促党 所以 这有够复杂的 他也过得很不容易 所以我不知道黄国昌 昨天策案开记者会的时候 洋洋沙沙上午讲那么大一大堆 一大串 那人家媒体就报啦 那结果你里面的干部 跟统促党立委的秘书 跟国民党立委的秘书 因为2018年的时候 我们是全部的反对说 统促党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会不会让中国的这个间谍 更有机会拿到台湾的身份 来进行所谓统战工作 好了讲了一大堆之后 过了几年 这个民众党拿到8席立委 刚好有个8 麦玉珍就提出这个要求 那吴春成厉害了 说他是这个新住民之母 比重重耶 明佑 那叶克摩之母是谁 蔡壁鲁 所以在这个民众党里面 只要什么是姿母的 我都要很小心 我不知道黄珊珊未来会是 基隆市姿母吗 我不知道 反正只要在民众党里面 你只要扯到 对 只要是女的都叫姿母 我可以理解 对 所以 基隆好像黄珊珊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责任区 因为她最近都跑基隆很凶 所以我不知道罢养这个 你怎么看 因为民众党特别安静 你觉得黄珊珊变新北之母 对 这我也有点担心 然后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媒体去披露这个图 这一对之下就知道了嘛 所以想要韋杰可以回答 为什么邱振军是国民党的吧 是苗栗的吧 这个不能切割了吧 这个不能切割了吧 不要跟我说蓝白没有关系吧 党纪要不要处分一下 所以议员会说那个是委员自己账 海纳百川不能这样子嘛 人家有她的一个强项 她愿意来担任助理 我们不能说这样就拒绝人家 所以没有党籍之别 我也找力久来当我的助理啊 许这个例子 我想问一下 国民党会不会跟统促党切割 统促党 我当然觉得还是要看实际的状况 看直位啦 不 我们还是要先看她到底 对于你这份助理的工作 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嘛 韋杰我这样问 你觉得国民党跟统促党的光谱比较近 还是民众党跟统促党的光谱比较近呢 我觉得应该各有各的路线吧 各有各的路线 对啊 因为国民党还是希望 洪秀柱已经当得最好示范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主张维持现状嘛 那这统一统一是未来以后的事情 交给以后的人去决定嘛 那我来讲一下邱振军 邱振军在选过苗栗的五党籍议员的时候 他特别欢迎谁 白狼啊 有一个韬略公司啊 要去那边啊 邱振军出来欢迎他 所以你看他的秘书 跟里面的成员 你不要意外 你也不要意外 我意外是民众党 你说不要把你抹红 结果里面有统促党 还是民众党认为统促党不是红的呢 那如果这样子我可以理解 好像跟我们的认知差很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 台北市幼儿园的狼狮案 到底现在处理的怎么样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